你好,我是嘉宁捷的主题是AD受伤 无人输求 快点拿下额联胜 影片中收的数据截至2021 5月31号 一开始要说的是最近台湾各地都下雨 下雨其实是好的因为台湾前一阵子缺损 这样的情况下请大家出门记得要带雨具 我们还注意天气的变化,千万不要感冒了 接着让我们回到我们毕业 今天聊的方式会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昨天休息虽场次太多 再加上很多场大比分差的比赛 所以我们花多一点时间聊球队的状况 接着就让咱们开始吧 热火昨天输给公路队之后热火已经放暑假了 对待分析词我个人是猜公路队会赢 不过没有想到会是4比0 热火队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当多 第一点如何加强后场的防守 第二点就是如何解决场上高度的问题 这都是休赛季球团要努力的 至于球队下一步这个系列是每年休赛季 我们都会做的系列 到时我们再来好好聊热火队的方向 这里我们简单的说 不管是这个系列在对公路 还是未来有可能的对手 其中包括球人等等 热火目前这套以风险为主的打法 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考验 因为如果场上多数时间最高的球员是身高只有6.9的 贝拉的Bio是他的工作量会太多 更重要的是他不能有犯规麻烦 否则热火队会少一名攻守核心 所以场上高度的部分是在这个系列在结束之后 球团要去思考的 实际上赢球的公路队目前也没有开心的理由 因为Deficential整季报销 他的受伤站在公路球队的立场来看 推上其他球队时的影响可能还好 不过如果对手是蓝网队 少一位Deficential差别会相当大 毕竟蓝网阵中的后场双枪 对手必须要有足够的人手去面对他们 另外拿下这个系列赛之后 我相信球迷应该就能了解 为什么我个人当初支持公路队 用大合约留下Holiday的原因了 第一点当然是因为这是球队要留人不容易 第二点就是Holiday攻守两队的能力太全面 通往者昨天打败尽快队之后 目前双方是2比2平手 虽然接下来主场优势是在尽快的手上 不过即便是如此 尽快后场伤兵太多这点是事实 所以这组对战确实是误伯 我个人的看法非常有机会打进抢7 球连昨天打败乌斯之后目前3比0领先 接下来对于乌斯来说差别是可不可以拿下一胜 甚至是两胜 公司队并不是打得不好 不过阵容完整度上跟球连的落差太大 其中特别是封线的战力 即便第三场比赛球队是放弃了原本3后卫的打法 也就是威绍加上Brady Beale跟Nato 而把David Batons拉上先发 这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弥补场上的高度 不过整个封线的防守能力还是挡不住Harris、Benzemis等球连的发挥 另外更别tmbeat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本季巫师队可以强拉尾盘打进肌肉赛已经算很成功了 接下来可能就要等秀赛季的操作 灰熊昨天是输给爵士队目前爵士2比1领先 昨天这样的比赛其实灰熊是有赢球机会的 可惜的是球队中少了一位稳定的外线射手 这也让球队在最后追分时比较辛苦 另外决士队的迷球在比赛末段接管战局 展现球队一哥的价值这一点必须给予高度的肯定 实际上灰熊并不是一只以3分球为主的球队 令赛场均31次3分线出手排在联盟的后段班 另外3x56的三分球命中率也不如联盟平均的3x67 所以即便昨天投进了13颗三分球 可是全队三分球的命中率其实只有3x1 这也是昨天灰熊会输球的原因之一 换句话说 休在期的时候球队可以试着去找一位稳定的射手 否则当Dramarine切入的时候 如果外线的把握性不高 对手的防守一定会内说 不过灰熊的球迷不用气馁 因为下场比赛还是在灰熊队主场进行 所以对于灰熊来说下场比赛非常重要 如果可以2x2回到爵士主场进行比赛 我个人的看法压力反而会是在爵士队身上 接着来看今天的比赛 第一场是尼克队劳英 这场比赛在第三节就结束了 第三节中段劳英竞领先对手15分 第四节前段劳英队一度99比74 领先对手25分之多 比赛经营到这边其实也没有悬念的 中场劳英113比96打败的尼克队 卸赛劳英3比1听牌 不过第四节末段 场上又发生了一点点状况 一开始是盖尼拿鱼在抢篮板的时候 手去顶了Rage Bollock 结果暂停的时候 Rage Bollock是冲过去要找他聊聊天 不过后来被队友挡下来 本来以为这样应该就没事了 不过接下来Randal在守盖尼拿鱼的时候 有一个帮队友报仇的动作 场上变得非常热血 我想要说的是 这就是所谓的季球赛篮球 场上智力碰撞会相当多 不过Rage Bollock跟Randal也付出了代价 因为一个被吹了技术犯规 一个被吹了恶意犯规 好回到场上 整个系列赛都熄火的 Randal这样比赛头19中期攻下是3分 不过发生了5次失误 玫瑰攻下18分6助攻 RJ Barrett 21分 不过尼克并不是一支擅长得分的球队 这支球队赢球主要是靠防守 而不是得分 这场比赛 劳英攻下113分 这是劳英在系列赛中最高的单场得分 所以包括Randal跟其他球员 都必须要在进攻端上有更好的发挥才可以 否则只靠玫瑰一名球员是不足够的 劳英方面崔漾是7分9助攻 Karlins 22分 Kapella 10分15个篮板 这里要注意的是从板凳出发的Gallinari 全场攻下21分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接下来将会回到尼克主场进行比赛 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Randal的表现还是不能打出另一赛的水准 下一场比赛尼克会非常危险 接着来看第二场比赛是太阳队胡仁 这场比赛胡仁队的AD在比赛中受伤了 他全场次打了19分钟攻下6分 他的部分是复古勾受伤 而且第五场比赛会不会上场目前还不确定 实际上他一直都是带上上阵 这场比赛再次受伤对胡仁队的影响非常大 球迷如果有印象的话 上个赛季对热火的系列赛AD也受伤 后来是皇上接管战局 最终他也拿下finals MVP的肯定 不过目前季后赛才进行第一轮 而且本季皇上也是受伤的 塞友凯尔库子玛表示 本季胡仁队伤兵问题很严重 如果AD下一场比赛不能上场 胡仁队就一定要调整打法 凯尔库子玛的说法没有错 必定AD是场上绝对的优势 好回到场上 在没有AD的情况下 三节比分81比65 太阳队领先对手16分 不过球迷要知道的是半场结束 胡仁队只落后对手4分 不过整个第三节 胡仁队只得到15分 虽然第四节末段 胡仁队一度将比分追到10分以内 不过J.Crader跟Tory Quack 连得5分之后 帮助太阳100比92拿下的胜利 双方目前2比2平手 聊到戴上上阵 太阳队的Chris Paul其实也是如此 这场比赛打了32分钟 攻下18分9助攻 上场比赛时我们有提过 只要Chris Paul的上场时间可以更多 那么其他球员的工作量将会减少 比方说得分就不会集中在 不可跟Pen的身上 另外这场比赛太阳队能赢球的 另一个关键人就是J.Crader 全场攻下17分 其中包括3颗3分球 另外中锋A等14分17个篮板 输球的胡伦队虽然在防守端上的表现 还是很好 不过在AD受伤的情况下 第一点场上少了一位持球者 第二点这场比赛 胡伦队发生了15次失误 其中皇上一个人就发生6次 再加上团队三分球的命中率只有3x2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胡伦来说 是在适应没有AD的打法 如果AD第五场比赛真的不能上场 那么包括凯尔库子马 Makasuo Morris这几位全场球员就会是关键 其中特别是有传球能力的Makasuo 因为如果球队要打一心四射的战术 也就是以皇上切入其他人投3分的打法 其实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胡伦在季后赛的团队三分球的命中率不到3成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有侧应能力的Makasuo可能会是关键 双方第五场比赛要回到太阳主场的进行 太阳原本是Chris Paul受伤 所以给了胡伦队机会 现在AD受伤了 再加上太阳队拿回主场优势 第一点球迷别忘了 胡伦阵中的KCP目前也受伤 这场比赛他也没有上场 所以接下来对皇上跟胡伦队来说 压力会非常大 毕竟胡伦是要寻求2.8的球队 第三场比赛是蓝王队绿山军 这也是一场大比分差的比赛 半场结束蓝王队73-60 领先对手13分 不过三姐的比分为112-91 蓝王队领先对手21分 中场141-126 蓝王队拿下了胜利 目前蓝王队也听牌了 蓝王三巨头 这场比赛合力攻下104分 三米球员加起来得分就破百 这样的活力太可怕 今天尼克的比赛才得到96分 这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一点其实挺有意思的 不过毕竟球风不同 上场比赛熄火的 龚阿伯卡比拉维 这场比赛攻下39分 很多球迷会拿一场比赛的表现 就来讨论 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球员的表现一定有好有坏 简单的说应该要以整个系列赛 或整个季后赛来看会比较公平 另外死神KD攻下42分 James Harden攻下23分 18个助攻 绿三军后场的部分 光是要防守的 Carrie Levin跟James Harden 压力就非常大了 上场比赛攻下50分的 Jaden Trayton 这场比赛还是有40分的表现 另外上场比赛就传出 可能会缺赛的Kimble Walker 这场比赛并没有上场 我个人的看法 绿三军三场比赛可以拿下的胜利 已经可以向球迷交代了 毕竟球队少了Jaden Blanc 另外Kimble Walker应该也不用回到场上了 球队可以选择让他休息 多练一些年轻的球员 接下来就是在休载季的时候进行补强 今天最后一场比赛是快艇对独行侠 这也是一场大比分差的比赛 中场快艇106比81打败独行侠 双方目前是2比2平手 这场比赛帅哥路卡丹吉是带上上阵 他的部分是颈部拉伤 不过他是核心球员 只要能上场一定都会上 太阳队的Chris Paul就是很好的例子 上场比赛时有提过 我个人比较意外的是 Zubaz居然还打先发 上场比赛终于让他去打替补了 球队把Nikolas Bottun拉伤先发 对上独行侠这支由Luka Dantzic 单点能力很强 以及外线活力很技能的球队 其实快艇在场上更需要的是 斜防跟补防的速度 特别是外围的防守一定要对到位 球迷要知道的是 独行侠季后赛前三场比赛的 三分球的命中率超过5成 这是一个不科学的数字 所以快点在防守端上一定要对到位 做一些干扰的动作 这场比赛独行侠在进攻端上完全当机 投来命中率不到3成5 三分球的命中率不到2成 虽然KP在场上有进行打点的动作 不过次数并不多 另外Luka Dantzic 这场比赛罚球居然5罚都没进 未来罚球一定要练 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得分方式 聊一下快艇队 Nikolas Batun全场正负分 跟可爱一样是正27 所以台容路这样的调度是正确的 只不过慢了一点 另外不得不提可爱这两场比赛的表现 真的太稳 反正上除了Rondo的表现很好之外 现在必须要提Teres Mann 球队有的时候会让他单防Luka Dantzic 他也守得相当好 所以目前看起来快艇队 应该是找到胜利方程式了 更重要的是第五场比赛要在快艇主场进行 这里表示快艇队拿回主场优势了 一旦快艇队可以打败独行侠 在AD伤势不明朗的情况下 这次球队在西区将会更让球迷期待 至于快艇队有没有机会可以打败独行侠呢? 就让咱们一起看下去吧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内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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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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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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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ȘiC